大家好,我是通事教育中心 中文放起来社团指导老师刘嘉信 我们这个社团的主要成员是来自于 本校各系所知外籍学生 为了能够提升外籍学生的 华语学习成效以及学习动机 我们特别在假日开设了华语辅导班 协助学生们能够取得 台湾教育部Talk for华语证照 我们也组织各式的认识台湾文化活动 例如大甲妈祖文化走读和台湾绘画艺术 种种的文化认识活动 希望能够开拓学生眼界、寓教娱乐 让学生们能够在快乐的情境当中 学习到更多的台湾文化 游戏式学习将探索体验、学习 融入到训练课程的设计当中 这一直是人资系的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的领域 所谓从玩中学、从学中觉 游戏是人的天性 玩乐是人的本性 利用有趣、好玩的方式来传递知识、理念 引发同理心、引发讨论 或是改变行为、习惯 换言之 有品质的游戏 能够为生活及学习带来趣味与启发 我们的孩子都爱玩 爱玩桌游 爱玩密室逃脱 爱玩实境解谜 爱玩剧本沙 享受角色扮演 沉浸式剧场 沉浸式剧情 科技机关互动的过程 所以在延续过去 说学逗唱 大玩桌游的社群学习领域之下 这个脉络之下 今年我们组成了 桃社机密 师生成长社群 中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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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休平科技大学 能力资源管理发言系 李子远李老师 我所带领的是 活动应用设计学习社群 这是我们私生社群 其中一个专业的社群 在这个设计里面 我们主要是把 对探索教育有兴趣的同学 把它集结起来 我们知道探索教育就是透过活动 透过一些高低空的设施 平面活动的操作 让参与的学员 能够得到不同的学习收获 透过活动的学习 透过活动的操作 让在里面产生出不同的互动 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经由引导员的带领 能够得到不同的学习收获 其中这些不同的活动 它都是需要经过一些 有系统的设计 但是设计这个活动 事实上是需要一些 专业的能力跟知识 所以在这个设计里面 我们就把这些同学提起来 透过定期的座台 并且讨论 还有专业的课程 让大家可以在这设计里面 能够互相分享 互相学习 互相探讨 并且开发出一系列 能够应用在实际活动 一些场域 实际活动跟场域的一些 不同一些有趣的活动 透过这些活动 让学员能够在当中参与之后 能够乐在其中 也可以在其中 得到一些不同的收获 参加这个社群的同学 也可以透过这些社群的学习 培养自己的第二专长 那有机会能够取得 对领导员这样的一个资格 大家好 我是人类自演管理发展系老师 许世青 我们成立的社群 名称叫做生活创意发明 师生成长社群 这个社群主要有六位 来自于机械人资跟气管系的 六位同学跟我组成 我们社群的成立目的呢 是希望透过生活创意的一个发想 来产生一些新的点子 然后呢 进而能够申请专利 然后希望每个成员呢 都从这个过程里面 不仅是学习如何 来做敏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发想 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点子 落实在实际的行动跟历程 以及作品的实现过程里面 那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呢 同学以后都可以成为发明人 在我们中华民国专利制造库里面 也都可以呢 查到自己的名字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学习上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我是说品人知系 廖佩文老师 荣获110学年度 教学优良教师 也执行教学实践研究计划 以及国特考的实生社群 我一直秉持的将教学实践研究的精神 融入在我的教授的课程里头 所以我的课程是多元又丰富 那除了创新教学的一个策略 远距教学 教具制作 那我又把专业融入服务学习 还有我的国特考的教材 也融入了在管理学 还有一些个案的讨论 以及有将职业辅导的一个概念 融入在专业的一个课程 这学期比较特别的是 还将了影子见习的一个体验的方式 融入在训练品质系统 食物的这样子课程里头 让学习者了解 食物所重视的软实力 那同学们到长域里面 去做教育训练的一个实作 还有一些产出 那我就运用了合作学习的一个方式 提升同学们团队合作 还有沟通表达的一些技能 那我们就塑造了学习的氛围 提升班级的一个学习的成效 以及班级学生们的一个学习的气质 让同学们快乐的学习与成长